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占领的屯肯区 则是发生了巴勒斯坦村民的房子跟车子 遭到以色列人烧毁甚至开疆攻击 还造成了一死一伤 当地居民现在更指控 幕后主使者就是以色列政府 民众目击者拍到对面好几栋房子陷入活害 时不时还传出枪声 走进街头看一片混乱 还有车辆当场狂烧 约旦河西岸一座巴勒斯坦村庄 被驻在当地的以色列人大肆攻击 造成一人丧命一人受伤 监视器画面还拍到犯案经过 多名黑衣蒙面人跑进房子里面纵火 有的像路边汽车丢汽油弹 甚至路上追打巴勒斯坦人 隔天全村抬着死者遗体上街怒吼 尽管以色列官员有出面谴责攻击 但村民都认为根本都只是计划性引出 不少巴勒斯坦民众跟直指一切都是以色列政府在背后搞鬼 就连国际社会都表明是以色列有错在先 加上加萨战火威胁 哈马斯在中东各地的败把盟友磨刀祸祸 以色列现在面临的威胁恐怕只有越来越大 尼巴嫩真主党最近在社群平台上传了这四分多钟 澎湃激昂的影片 旁白则是搭配纳斯拉勒的演说 虽然外界怀疑有可能是AI生成 但绝对拉高更多人对以色列的仇恨值 如今针对加萨停火 居中卧选的美国埃及和卡达才刚结束两天谈判 三方发出声明他们已经和以哈两边提出过渡性方案 下周停火谈判会再重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会出席 到时才可能有更多详细结果 TVB新闻做不到 至于针对两岸的情势 我国国防方面在美方的建议之下 强化了后背战力的新措施 其中包括了不少非传统做法 像是现役到备役训练项目都加入射击课程 还有类似营队活动的实弹射击训练 也从去年开始事半 你有打过吧 有 6级步步枪 无一拖握射 48发实弹打好打满 不用参军服 仰臺不像教招 而类似国外公办社寺俱乐部 免费参加的先决条件不能达成 你必须是个统统军人 想说刚好自己11年到了 可以有这个机会就来报告 其实4小时很短 我大概请个半天假 一天假就可以来体验 我更有动力跟你 就来然后回去还可以上班这样 练营队的射击训练 2024年第八题次 轮到了户籍在台北市的有志青年 搅出手机 领装后开始轮身操 这一天的训言很幸运 由特勤队退役师官长 轻受枪法 你上班 要完全种在这里面 才算这支步枪才 才算是归大零 那这支步枪就属于你自己个人 射手基本功要求 如今不分后备或现役 第一步透过辅具 找出属于自己的射击图像 想把镖和弹道产生更多交集 森树的用枪姿势 也得接受调教 那弹脚底地是错误的 第二个 你的左手不要完全弱 这个枪托平面 抵到枪 抵到你的右肩窝 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到就是 第一个 要能够确实贴栽 第二个 要能够平视瞄准 六十分钟速成特训 是否心领神会 站上火线 试验之 四条 开保险 开始射击 第一轮射击 打靶 看靶 四趟往返 用于载于调整状态 四三点在这 所以他大概中间才 在这边帽子 蛮好玩的 又要慢慢打上去 见真章时刻到来 至少命中二十发子弹 才有冗狱状 哪怕没有奖励金 训员们仍努力证明 好汉不止当年勇 大部分都在十五发 接近二十发 所以都是 基本上都是有五成以上的 命中率 原本会来参加三十个 那今天来了二十七个 这个报道率 算蛮高的 后本军人实弹射击 实行第二年 性质已经从营队活动 转为更正规的训练课程 用意是让退伍未满十二年 但是该年没收到教育 着急的民众 能够多一次操作 枪支复习的机会 对于国军来说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却意外找回更多志愿者 试水温的新措施 不知新 也没得请公假 为何还能让一干学长们 屈指落误 因为我是医官嘛 所以对于医疗这边 我们可以靠我们的 知道的专业 我们学到东西去做演练 对我而言 步枪是也是很不熟悉的东西 就是在当兵的时候 没有很长时间的受过训练 因为单位军备 任务特性或专长需求 导致现役期间用枪机会少 或被招训需求低的 部级海洞军 因为像我本身是通信科的 少尉的话 我们到外澡 其实几乎没有机会碰到步枪 我们都是碰电台 无线电 我以前是特指部的60炮品 我们的建制武器就是 破级炮跟手枪 所以没有步枪的设计 过去较糟的时候 因为建制武器的关系 所以都没有打到8 因为也是想说 看国际上的情势的关系吧 如果有一天用得到的话 不要忘记说至少 射击是什么样进行的 时事催化之下 也有人因为四肢不足 主动求精进 你会觉得以前的约太高学了吗 不会 就因为那时候我是比较 前面的题词 我等于西区两个月 后面两个月 学的东西其实不完整 那时候比较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不光是上弹加上子弹 啪着然后反流反流中 第一个种状况 再拉一次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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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 对哦 打 包括装子弹 然后跟操作学的比较比以前是 的一会很多 训练量能 骗不了人 最糟糕的情況是說 摸到步槍他完全沒有改變 因為以前沒有做過訓練 所以現在我們跟他講的話 他只能有一面之遠 短暫的記憶 我們還是要從旁邊去做輔助 其實我們有句話叫做 廁所的首映度先用子彈會出發 田民方系統下的替代一支部 似乎也因為情勢壓力所變略 異別和異期 都是政治決定下的產物 對整體防衛韌性造成的落差 是否藉著不斷加強招訓 就能亡羊補牢 成效定論之前 備案多多益善 希望他們拿起槍來就能夠作戰 未來在戰場上 不管你是什麼身份 保護自己 保護別人 這些訓言是新兵戰士的未來市起 而抗彈盔下每一張臉孔 都是防物變革的見證者 盡頭前的你我 或許也曾參與其中 當防衛需求得靠疫症滿足 政府 軍方和社會 唯有理解歧見正是困境 導播上的美分子才能真正不帶芥蒂 一同面對風險 熱浪影響全台灣都很有感 包括全球也是 所以在南韓首爾他們更是已經連續 27個晚上 氣溫都在攝氏25度以上 也就是從白天熱到黑夜 也因此當地職棒比賽也改為 傍晚開打 桌上放著啤酒 手上拿著行動風扇 曬著帶太陽看比賽 原本是南韓人的週末日常 只是這個夏天 似乎變得不太一樣 原本每個週末會在下午開打的比賽 現在除了在高市巨蛋以外 戶外球場一律改到晚間開打 這個夏天的南韓到底有多熱 以首爾來說 入夜後氣溫已經連續27天 超過攝氏25度 也就是所謂的熱帶夜 18年 만에 사상 처음 있는 일입니다 부산에서도23日째 열대야가 이어졌는데 而且南韓氣象庭預估 這波熱浪可能持續到八月底 即使下雨 恐怕也無法讓氣溫降下去 今晚天氣熱到不行 不過南韓出現新冠的 KP3變異病毒疫情 上週超過一千三百人住院 寫下今年最多記錄 碰上熱浪還得戴上口罩防疫 讓不少南韓人再次回想起四年前的恐怖記憶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氣候的變化是越來越劇烈 而您知道嗎 極地冰茂的融化會讓白天變長 原因是融化的冰會導致赤道周邊的質量增加 估計呢在2100年前 白昼時間將會比基準值多出2.2毫秒 將空的寶特瓶放入高效智慧回收機換取折扣金 潮上業者用獎勵來提高塑膠品回收 還有業者用永續題目讓民眾闖關 推廣環保概念 透過分選分類出混泥土塊 還有木頭鐵塊等等材質就能再成為新的建材 營建液溫室氣體排放每年佔全球37% 要讓碳排放減低就得從原料端著手 這個應用的方式用在了人行道 營建廢墟我們用出谷料 分選到破碎 那其實這個東西也可以變成是 我們其他的一個染料的一個機質存在 低碳水泥其實也高達有差不多5到8%一個減碳率 不只建築要低碳 從11柱形都得淨零碳排 因為氣候變遷 每一年都在惡化 尤其夏天全球各地都持續創下新高溫 原本冰雪覆蓋的南極大陸格林蘭 還有美國阿拉斯加朱諾冰原 都可能面臨消失危機 根據7月16號刊登在美國國家科學院 雪報的最新研究 指出全球暖化造成極地冰茂融化 將導致地球自轉速度變慢 白昼長度將從標準值8萬6400秒增加幾毫秒 冰茂融解最大的改變就是水會流動 那水會流動的話就會改變地球的質量的分布 當它融解以後 這個質量分布到全球 可能譬如說流到赤道地區 它距離我們這個旋轉軸就比較遠 所以那個轉動冠量就會增加 轉動冠量增加 地球自轉速度就會變慢 但這邊談的是微秒 微秒的意思大概就是 1000年誤差大概就是1秒左右 從1900年到現在 氣候導致白昼延長大約0.8毫秒 如果我們繼續排放溫室氣體 最遭情況下 單單氣候因素 在2100年底前 就會促使白昼時間比基準值多出2.2毫秒 那首先當然就是對於太空跟地球導航 會產生嚴重的干擾跟影響 那主要是為了這個導航過程當中 為了要透過確認地球的定位 那第二個 只要是跟有關於需要精確時間的相關的領域 都會受到影響 雖然白昼變長 對民眾生活影響不大 但是全球暖化造成南北兩極冰棚崩潔 就會導致海平面上升 它讓北極也好 讓南極的冰蓋也好 它的一些龍兵的現象越來越加的嚴重 那嚴重的過程當中 主要會反映到海平面的上升 所有的質量都會往次道附近這邊集中 那也會加劇地軸的偏移 全球暖化加劇的情況之下有可能會讓我們的春天跟秋天變得越來越加的不明顯 那夏天跟冬天它所發生的天氣會更加的極端化 巨大冰山漂流在海上 隔著霧氣就像一座神秘白色島嶼 這是2019年從南極州阿美里冰棚列出 代號D28冰山 還有1986年從南極州西部列出的A23A 還有一兆噸淡水 這兩個恐怕最終都會漂流經過南喬治亞群島 一旦熔冰對島上生態都是一大威脅 其實冰棚裡面的冰是淡水 因為它在結晶的過程會把鹽分排除掉 當這個淡水它漂到別的地方去溶解 事實上是西市那邊的海水 那西市海水這個海水鹽分改變當然會影響到生態 極地熔冰等於氣候少了調節器 極端氣候的威脅已經是不可忽視的危機考驗 還有降低交通事故呢 更是台灣目前的棘手問題 因此預計最快在明年的6月 全台灣1萬多輛的客運遊覽車 都要強制安裝駕駛辨別設備 能夠掌控行車動態也能記錄工時 準備出門載客 抵達定點後就得先要 我們開車就是閉一下 所以你們公司那邊就會有紀錄 得親自把駕駛證放到感應器上 確認登陸 因為從現在開始上路後 所有的行程路徑甚至時速 尤其工作時速 還有車上的一舉一動 統統都得要記錄起來 直到抵達目的地 以前沒規定啊 完全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啊 反正就是早上報到開車一直抄一直抄 一直開一直開 玩幹嘛的 到結束都晚餐睡覺了 八九點九點十點還是一樣 一樣也是賺那些錢啊 從事客運問獎工作 已經二十多年的盧大哥 看著現在車上滿滿的 科技器材也坦言 現在開車真的方便 而且安全許多 九重隔 車道偏離 打瞌睡 那個是打瞌睡 這個是打瞌睡 因為它照著我們 眼睛 眼睛 車道偏離 什麼都有 都有 都裝了 我不曉得別的公司有沒有 我們公司都裝了 以往對公時的不重視 再加上系數過往的遊覽車事故 不外乎就是人為車礦環境路況 而調查後其中最多依舊是人 疲勞駕駛 酒駕身心狀況 甚至技術路況不熟 或是駕駛道德問題層出不窮 而且人為又是難以從調查中 能立刻分辨出來的事故原因 遊覽車因為它不定線定辦 所以在公司的管理的確是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知道事故發生的原因很多 大家都認同大部分都是人為 但是我們在事故調查報告裡面 很難去舉證這些數據 因為駕駛人不見得會老實講 我發生事故之前做什麼事情 所以你很難去積合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駕駛是主要事故的成因 所以如果我能夠有這套系統去做一些公時的管理 至少可以比較保證 它是一個比較好的身心狀況在駕駛 再多次開會演你 最終交通部預告修正汽車運輸管理規則 明年六月一號起全台1.4萬輛的遊覽車 都得要強制裝設駕駛辨識功能設備 煤妝最高開罰九萬塊 儀表板上這小小的收發儀器 不僅可以定位車輛公司的行控中心 更能監控車速駕駛時間軌跡還能異常回報 做到及時預警功能 長期下來因為遊覽駕駛 在九道運輸最辛苦的一面就是它的責任重 因為它在人 所以把制度面管理面合法的公時 包括整個安全不打折 這四大面去處理的話 透過科技對經營管理者也安全 對駕駛人員它超公時是消費者要求它的 所以它的行責上面跟責任也沒那麼重 所以這無形中也是透過佐證 來保護駕駛人員的行責上 因為他們在外面萬一發生問題的話 有業務過失 所以這個都是有好幾個層面 而單非說只是一個公時管理去限縮他們 並非這樣子 儘管這是為了保障不僅是乘客駕駛 還有用路人的安全 卻還是有反彈聲浪 因為近來國旅貴三不三 不少人選擇出國旅遊 造成客運業者的生意一落千丈 有駕駛認為能多跑就跑 駕駛辨識系統恐怕讓他們的收入又少了 疲勞駕駛幾乎就是事故噪音的第一名 但錢要賺命也得顧 尤其這方向盤一握上就是四十多個家庭 真的不容許任何一個小失誤 辨識系統上路至少保障公路安全 或是讓市場機制淘汰不良業者 TVB的新聞正聖維歇輪新北市採訪報導 那講到台灣的職場環境 多數人會用低薪高物價來形容 但外媒報導一對來自加拿大的夫妻 兩度來台灣居住擔任英文老師 成功還清了兩百多萬的債務 還大讚台灣非常好存錢 美籍YoutuberTeddy經常在YT頻道 PO出街坊影片 透過訪問不同國籍背景的外國人 探索他們在台灣的生活經驗 旅居台灣十多年Teddy說最初來台是為了教英文 當時年僅二十三歲 在英語補習班教書 每月薪資六萬元 隨著工作經驗不斷累積也打出名聲 月薪最高到二十萬台幣 很好賺 對非常好賺 如果你是二十三歲的青少年 然後來這邊 你可以馬上賺六萬塊 所以這個對那個年紀來說是蠻不錯 第九年的時候我會教二十八個小時的課 然後每一堂課有二十六個學生 所以一個月我可以賺二十萬 就是我很感恩我可以在這邊教英文這麼久 然後我喜歡這個工作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教英文 但是那個時候我覺得蠻開心 對外籍人士來說 台灣是亞洲地區少數生活成本低 薪資相對高 容易存到錢的地方 我覺得這裡的生活費比美國低很多 因為那邊的生活費很高 需要自付、健保、吃得很貴 需要可能有債務、車子什麼都要 辛苦的地方是你需要賺的非常多錢 比如說我弟弟還有哥哥 他們的年薪可能十五萬到二十萬美金 但是他們覺得還不夠 雖然歐美的收入普遍比台灣人多 但生活上的開銷也非常高 就有外媒報導 一對來自加拿大的夫妻 在2000年和2009年曾兩度來台居住 並擔任英文老師 這段期間他們成功還清了百萬債務 回到加拿大後 不僅買了房子還生下一名孩子 如果你一直不斷地教英文 然後你很認真可以的 歐美我們就有注意到 他可能來從事行業其實分布還蠻廣的 那像最基本的就是他們通常會來當英語老師 或是教育類的 那如果是來台 其實歐美很多也會來所謂的從事高專業的這種 專案型的這種工作 那也有可能就是來創業的 那這種相對他可能的年薪薪資 可以到百萬以上 這是主要的創作Db辦公室 現在我們有兩個辦公室 在這裡這就是我們的工程 年輕美國工程師Clayton 今年27歲 五年前來台創業 短短幾年公司已經有快60位員工 認為台灣具備地理與人才優勢 是很好的創業保地 未來能有機會通吃東西方市場 據有國際視野的工程師 也是Clayton來台創業的一大考量 而過去很多人認為台灣工程師擁有好技術 但薪資普遍低廉 他也強調近年來台灣工程師的薪資水平 與多數歐美國家相比 差異已經不再顯著 台灣對歐美外籍人士來說 作為創業和工作地點擁有獨特優勢 生活開支與大部分西方國家相比 相對容易負擔 也讓他們更願意在台灣向下扎根 TVBS新聞黃萬維劉彥宣台北採訪報導 賺錢同時記得起來動一動 上班久坐是很多人的生活寫照 統計發現有多達80%的國人都得過痔瘡 在現代社會中 久坐已成為許多人無法避免的日常狀態 可是長時間的坐姿 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健康風險 那就是痔瘡 痔瘡是肛門及直腸附近的靜脈從擴張 和沖血所引發的常見疾病 久坐會加大腹部和肛門區域的壓力 導致血液回流不穩 進而引發加重痔瘡 不僅是在辦公室久坐會導致痔瘡 長時間在馬桶上儒測也會帶來相同的問題 所謂馬桶久坐痔瘡 是指由於在馬桶上儒測時間過長 肛門懸空且靜脈血液回流受阻 導致肛門區域壓力增大 這會比一般的辦公室久坐更容易引發痔瘡 因為痔瘡是負寒血管 血液循環還有彈力組織的組織 所以如果我們讓他壓力很大 彈力組織時常的被受到壓力 或是血管常常受到壓力 他就會容易出血腫脹疼痛 或是有其他的不舒服 一般來說如果是健康的上班族 我們會希望你盡量起身活動 維持良好的排便習慣 因為近年來民眾工作跟生活型態的改變 包括在宅工作還有以手機平板為主的娛樂 越來越多的情況 造成民眾現在久坐久站的情況很嚴重 實際觀察醫療院所 每年因為痔瘡來求診的民眾 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有時候我們也會見到 以為自己是痔瘡 摸到什麼東西 看到流血 自己認為是痔瘡 就擺著擺著不來看 結果實際上是惡性的腫瘤 這個時候也相當的麻煩 關於痔瘡的確切成因 其實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真正的定論 但是根據我們的推測 肛門壓力的增加 造成原本是正常的肛門血管 因為血液回流受阻 而造成越來越腫脹的情況 再加上年紀增長 使得我們支撐血管的組織 會隨著年紀越來越鬆弛 老化下垂 進而引發痔瘡 對於有痔瘡的民眾 要避免高衝擊的運動 例如跑步、跳繩 都會造成我們肛門 及磁場部位的壓力 另外在重訓的部分 如果過大的重量 也會造成我們負壓增加 有一些食物 比如說辣椒 或者是一些比較燥熱上火的食物 例如排骨湯 用肉爐 還有荔枝熔眼 芒果、榴槤這類 燥熱的食物 也是容易造成痔瘡 一個腫起來 充血的一個狀況 不良的排便習慣 與飲食生活習慣 那一般來說 痔瘡是我們肛門裡面 內襯在過夜機內側的一層軟墊 裡面還有很豐富的血管 那目的是呢 幫我們就是 在肛門規機收縮的時候 有一個軟墊 可以把它填塞住 造成 可以讓我們避免這個糞便 滲漏出來的狀況 我們才不會失禁 患病低纖維飲食 高B&I 懷孕和久坐的生活方式 通常被認為 會增加痔瘡的風險 營養師建議飲食 要增加纖維的攝取 而膳食纖維 可以分為水溶性纖維 與非水溶性纖維 兩種 水溶性纖維 溶於水後 會形成膠狀 可以軟化糞便 促進排泄 例如海帶芽中的海藻膠 菇類與燕麥中的貝塔普聚糖 與蔬果中的果膠 非水溶性纖維 則可以刺激腸道黏膜 促進腸道蠕動 加速食物殘渣通過腸道 例如顴骨類的膚皮 和水果的果皮 醫師提醒大量飲酒或偏愛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恐怕會加重痔瘡的發病風險 絕對不可輕忽 臺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